如果我说鱼缸的水中是几乎不含消化细菌的 大家会信吗 相信很多新手朋友在养鱼的初期 不知道如何去选择一款绿材 这边我想明确的跟大家讲 无论是什么绿材 它只有一个效果 就是培养消化细菌 我们要了解 消化细菌不是以游离形式存在于水中 鱼缸水中几乎是不含消化细菌 消化细菌是以附着的形式 存在于固体表面以及孔洞缝隙 听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 只要是一个固体就能够培养消化细菌 无论是衣服还是鞋子 抹布还是帽子 无论是灰尘石头还是沙子 都能够培养消化细菌 也能够附着消化细菌 专业的绿材它的优势在于 在同等体积下能够给消化细菌提供更大的使用面积 所以大家不用在选择什么绿材上面产生焦虑 无论什么绿材在培菌方面都不会太差 如果你的过滤是低流合 我就推荐大家使用中空石英球 它能够在最小的体积里面产生最大的培菌面积 如果你的过滤是周转箱 我就建议你使用细菌污或者是果冻绿材 它能用最低的价格换来最大的培菌体积 换句话说就是非常经济实用 低流过滤 无论我们使用什么绿材 它的过滤效果都是非常高效 如果你用的是底滤 我就建议你使用纳米球或者是环状绿材 底滤系统对水的导流性要求比较强 所以在绿材选择方面 一定要选择中间有孔洞的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引导水流 绿材没有培菌好坏之分 只有使用场景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绿材 徐宝宝用的最多的一款绿材 就是这款果冻绿材 无论是用在低流合周转箱还是底滤 过滤效果都是非常的高效 它不仅培菌能力强 并且不粉化 可以做到几十年不用更换 那么不知道如何选择绿材的小伙伴 一定要试一试这款果冻绿材